我是光電學程的同學 因為呢 在 生活裡很簡單就是電位比電廠容易 比電很容易 好 OK 所以呢 已經跟大家解釋過很多次了 我們大學呢 電廠是直價 那最重要的要點呢 就是它空間裡面每一個點都有 所以為什麼叫做廠 因為廠這個意思就是 讓這個外面原野有什麼意思 當然第一個 大家初次 因為大家都學過 反正如果你想像你當初先 第一次學到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它跟胃比較像 因為它都是位測過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差距 胃呢 可能是一個數 但是呢 電廠呢 是一個向量 就這一點來說呢 兩個是不一樣的 而且不是很一件事情 OK 但是你可能會因為這個原因 你可能會想 庫倫的靜電力 電廠是來描述庫倫的靜電力 那我這個庫倫靜電力呢 可不可以用當初的衛能的概念 來描述它 或者用一個比較專業的說法 庫倫靜電力是不是保守力 要記得一定要是保守力才能定位能 好 所以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稍微跟大家用兩頁來稍微複集一下 什麼是衛能 什麼是保守力 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細節的推薄 你要回去看去年的這個同理片 但是呢 概念本身非常的簡單 這概念的起點就是公這個概念 公呢 是力跟位移之間的內心 那你就會把一整條的路徑呢 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這個力呢 在你的那個小段裡頭 幾乎也可以看成是一個長數 你把那個力呢 跟它的這個位移向量 把它做內積了以後 就是內斷的崩 因為是內積 所以它是一個數 所以把所有的這些崩呢 把它連著這條路徑 這個粒子所走的路徑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力的崩 所以上學期我們推導了 這個崩呢 它等於洞里的變化 就是因此我們才會定義公的這個概念 因為它可以讓你的計算動力的變化 但是呢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 常常發現這個公呢 通常又可以寫成是一個物理量的變化 而這個物理量呢 是由位置來的決定 或者講成一句白話 公如果能夠寫成一個位置函數 對不起 位置函數的差 位置函數的變化應該這樣子 位置函數的變化 比如說我這個W呢 我可以寫成ΔQ 那這個U呢 完全由它的末點跟起點來決定 那麼我就會說這個公呢 可以寫成衛能的變化 那如果公它又是動能的變化 又是衛能的變化 那麼你把它等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你的公加上衛能 你的這個動能 加上你剛剛所定義的衛能 基本上它的變化永遠是0 因為這個跟這個相當 所以你就會得到極限能守合 因此你的動能加上衛能 就會是你的守合的量 這是往上預期 在講到能量的時候 花非常長的時間 但是當然整個的這個討論 取決於這件事情 公能不能夠寫成一個位置函數的變化 也就是衛能的變化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這個公呢 要能夠寫成位置函數的變化 你要記得是永遠可以才行 你不能說只有某一段可以 那不行 任何的時候都可以寫成位置函數的變化 如果這樣的話 你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呢 有時候把它寫成 你從一個點到另外一個點 因為你有很多條的路徑 所以呢 你所有的路徑 計算這個線積分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這個線積分 基本上是根據你的路徑來算 你剛剛有了 所以你照理講 你會覺得說 如果你用另外一條路徑來算 會不一樣 我算去年級的例子就是你這道陽明山 你從這裡走 跟走那個養鶴大道 跟你從正義北路走 哇 差很遠 OK 里程數差很遠 所以呢 照理講 你會設想它 從不同的路徑來走的時候 所過的功呢 你還不一樣的 對 但是呢 在很多情況之下 它是一樣的 如果一樣 顯然如果你要有衛能的話 它也一樣 要不然 你右手邊的這個功 從一號走跟二號走 你會找到不一樣的期 可是它必須要等於一個衛能的變化 那衛能的變化 起點跟末點如果一樣 對它也就一樣 OK 然後所以呢 你要這件事情是對的 條件就是必須要 所有的線積分的起點 同樣的起點 同樣的末點 必須要相對 那一般這個條件呢 又常常把它寫成另外一個形式 比較好討論 甚至比較方便 但是兩個是完全的對的 那就是你在空間裡面呢 如果繞一個封閉曲線 回到同一個點 你如果繞一個封閉曲線 回到同一個點 那同一個點 同一個點 貴能就變得差 OK 所以這個功 一定要 OK 所以呢 這個條件比較好用 通常 你的任何一條封閉的路徑 你的所做的功必須要改定 通常是去的時候跟回來的時候 會互相抵消掉 好 我們上去年舉個例子就是 你如果在一個斜面上 把一個東西往上面走 讓它走下來 重力所做的功能 你往上走的時候 跟往下走的時候 兩個都互相抵消掉 但是摩擦力 如果有動摩擦力的話 其實兩個是同一個很好 永遠復合 所以那就不用互相抵消 所以呢 去年我們就用這個例子 來分辨你到底是一個 保守力 重力 還是非保守力 沒有差 OK 好 所以呢你就問 保守力 靜電力到底是不是一個保守力 欸 如果記性好的同學 就發現這種去年講過 可能不記得 沒關係 我會很快再說一次 如果講太快 我自己再看一下 idea就是 那我現在就來算 我要判斷的靜電力是不是保守力 我就看剛剛講的條件成長 OK 好 所以呢要計算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是否成立 那我就會算工才行 齁 因此我現在就來計算 一個點電荷周圍的一個 另外一個點電荷 他所收到的靜電力 靜電力是在兩個點電荷之間 所以我把其中一個固定在原點 另外一個讓他跑 然後我來算呢 他對他的靜電力 所以頭會是多少 OK 好 好 那這個計算呢 當然就是把電力 所以這個點對他的靜電力 就會是 R平方分之QQ 乘上四百分之一 這個比較清楚 重點是在這個方向 因為呢 你的這個靜電力呢 是靜向的 所以呢 他是一個R head 方向指向R的方向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 好 如果這個沒問題 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這問題太簡單了 好 因為呢 當你要算這個力所做的工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路徑 比如說我從A要算到B 這條路徑 那我就會把這條路徑呢 切成一小段 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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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就會把那個小段的力 乘上那個小段的位移 這應該有一個J 比較好一點 所以ΔS J D J段他的這個ΔS 乘上那個時候的電力 靜電力 所以4πx0分之1 Ri 就是內一段 距離Ri的平方 QQ R 對不起 應該I Copy來Copy去就Copy錯 應該是I Ri hat 就是他的這個方向 好 當你把他寫成這樣的時候 你不見得會算 但是你看 這個式子呢 非常有趣 這個是R的雙項 層上ΔS 那就是兩個內積嘛 那兩個內積 不就是你把這個ΔS呢 投影在R的方向嘛 所以我上學的時候就是說 你看這個圖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ΔR 這個是R的方向 ΔS是這個方向 所以你會把ΔS呢 投影在他的上面 這個就是這一項內積的結果 OK 好 所以呢 ΔS 那就是ΔR 就是在你這一段小小的運動的過程中 你不看他的位移 而看他的半徑變化多少 應該說距離變化多少 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呢 右手邊的式子就可以寫成ΔR 那一段ΔRi 這個I是對的 ΔRi 就是那一段他的距離的變化 所以Ri的平方分之QQ 就是4拍ΔRi 0分之1 全部都加在一起了以後再群集線 幾乎要算完了 為什麼說幾乎算完了 因為你看這個式子 完全沒有任何的角度 好像是一維一樣嗎 因為就只有一個變數 如果你這樣想了就對了 所以呢 這個由限積分 就downgrade 降級 降級變成是一個地板值 因此你的θ 你的這個其他的角度 你的角度就一點影響功能 沒有 整個的積分就是 Br的積分 Ri的積分 Ri的積分是QQ 4拍分 這不知道這個有問題 OK 意思就是說 本來應該是一個三度空間 二度空間的一個積分 現在事實上只要一五度空間就好 一度空間就是一般積分 那一般積分太好算了 Ri的積分就是Ri的積分 就是Ri的積分 算了 OK 好 R細節你自己再把它移進去 所以總之 這個積分立刻就可以算出來 它就說 R分之一 在末點的地方取值 跟在起點的地方取值 末點的值就是Rb 末點的距離 起點的距離 Rb分之一寫到R分之一 這個W 真的可以寫成Ri U 因此 在這個式子裡面 所出現的這個東西 就是U OK 好 定位了 當然啦 你如果 你還是希望說 老師那你的條件 我還是試一下 你剛才講的這個條件 到底對不對 繞一個封閉曲線 我之所以沒有講這個太準了 繞一個封閉曲線 也就是說 你把剛剛的這個計算 A跟B 放在同一個點上面 如果 A跟B 放在同一個點上面 那就是r分之一 Rb 就等於r分之一 ok 好 所以呢 我回去把這個B化掉 我就把B 後來跟A同一個點 所以 你就變成ra分之一 rb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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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封閉曲線 靜電力所作的功 因此保守力 因此靜電力可以定義 好 那你當然還是可以follow我們上個學期 很仔細的一個做法 我們上學期說如果你要定義未能的話 那你就是取一個參考點C 然後呢從那個點跑到你所在的那個位置 算他的功得到你就是那一點的未能 因此你的未能跟你的參考點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參考點C呢 事實上也不是任意 因為你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R跟C如果一樣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未能就是0 所以倒過來講C呢就是未能等於你的那個點 OK 都上學期講過 所以我講比較快一點 如果說你這部分有任何的疑問 就回到上學期去查 在能量的那一集 好 所以這個C是一個參考點 他是讓他未能等於0的一個點 所以一般你最喜歡的是把這個C呢取在無限遠 因為你想那兩個加方如果疑的無限遠 那未能根本兩方面有關係都沒有 未能等於剛剛好 但是我一定要強調這個結果並不是一定要無恥 C不一定要取在無限遠的地方 但是這樣選有蠻大的好處 好 所以C呢通常就取在無限遠的地方 那麼剛剛的這個結果 U呢就是等於 R分之一減到RC分之一 分去剛剛的這個視頻 所以從C到R 所以是R分之一減到RC分之一 RC如果是無限遠 第二項就沒有了 U就等於四拍的就是0分之一 這個大概在高中的時候老師也推倒過 定位 一個點電荷 一個點電荷 周圍的定位 一個點電荷 所以畫出來的圖就長得這樣 很明顯的 越靠近他的時候 因為這兩個是互相的排斥 互相排斥 如果呢這個Q跟Q呢是同套的話 彼此會互相排斥 所以呢你要把他們靠得很近 要加能量 所以問題就會越來越發 當然值為什麼是R分之一 就要算才知道 要算才知道 各位 電位 好 這個當然大家也很熟了 因為呢 原因就是因為酷輪的靜電力 跟萬有引力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同學很可能早就會被 萬有引力的這個味道 綜藝味道 要市值幾乎說 OK 好 很多人說那是一個電荷 那老師 其他靜電荷力也對嗎 因為你有可能有Q1有Q2有Q3有Q4有Q5有Q6 總有一大堆電荷在你的空間裡頭 好 各位同學不要害怕 如果你的問題裡頭呢 有一大堆的點電荷在你的空間裡 當然對於靜電力來說 靜電力一定是這樣子產生的 未來你會出現動電力 當時常改變的時候會有電力 那是未來的事 到這一刻之前 所有的電力呢都是由電荷所產生 所以呢 能夠產生電場 能夠產生靜電力 一定是Q1 Q2 Q3 是一個電荷的分布 OK 好所以呢如果它是一個電荷的分布 我就可以把你一個點電荷 在跑的時候 它所收到的電力呢 分解成各自來源所給它的靜電力 F1加F2加F3加F4加F5 但是是向量加法喔 所以你要看這個Q Q1對它可能是這樣 Q2對它是這樣 Q3是這樣 你要把這個東西加在一起 當然覺得很難算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不是真的要算 這個意義 我們要算的是 那個積分嘛 OK 好我也不是真的要算積分 因為我一看到這個結果 我們就知道 加起來以後再乘 當然就等於Q 乘萬以後再加 當然 分配率 所以呢 這個結果 就等於F1的積分 F2的積分 F3 對 剛剛忘記介紹這個詞 叫線積分 等下再回來介紹一下 所以呢 F的積分 F2的積分 F3的積分 打打打打一直到五線多 OK 看你有幾多就下 來 剛剛你講過了 一個點電荷的積分 等於多少 有一點 所以 這也 一個點電荷 產生的靜電力 積分等於0 第二個點電荷 產生的線積分 很一定 第三個點電荷所產生的線積分 也很一定 所以加起來當然是 各位 正完了 所以呢 不管你的靜電力是來自於 多少個點電荷的疊加 最後永遠都是 他的線積分一定會 因此任何的靜電力 都是保守力 因此任何的靜電力 不是只有一點電荷喔 點電荷當然可以幫你正完 但是任何的靜電力都有靜電力 好 那當然 從剛剛的這個結果 你立刻就可以認得出來 很顯然 你的這個功是要疊加的嘛 如果你有一個影響 等電荷 你的功是要疊加的 所以你猜也可以猜想得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的電位能 就是所有人的電位能 把它加在一起 好 所以未來 接下來兩頁 第一頁告訴你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個影響 有一個以上的固定電荷 Q1 Q2 Q3 Q4 Q5 Q6 它的電位能 就可以是一個點電荷的電位能 OK 所以式子呢 就長得像這樣 好 沒問題 這個sum over 裡面的這個sum的東西 四拍F0分之1 RI分之Qi 正是平常小Q 分開來裡面的這個像 就是一個電荷 它所產生的電位 OK 好 那你如果有很多個 那麼你的距離 就每一個都不一樣 所以要寫出來 每一個的電荷也不一樣 就寫Qi 把它加在一起 好 算完了 所以呢 所有電競電力的電位 電位 就算了 OK 好 時間幾乎可以下課 沒錯 你快就可以下課 的確電位能概念非常非常的簡單 電位能概念非常簡單 電位能概念非常簡單 因為Ubend 第一個你要記得它被跌加的 第二個 它跟你過去所學到的重力位能 非常的類似 然後其實呢 就很有用 可是 老師 電位能 你不是說叫電位嗎 對 電位能 要進到電位能 再往前跨一步就可以了 怎麼放呢 來看一下我們剛剛所得到的這個是 電位能呢 等於這個 我剛才唸幾次了 太難唸了 但是呢 你一定注意到了 在這個式子裡頭 每一個項都有Q 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一些 這個項算出來了以後 乘上Q了以後 再把它全部都加在一起 分配率告訴你 我可以把這個Q提出來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Q 從這個加法裡面把它提出來 你就可以先把前面的這些加貨 全部都加在一起以後 再層上Q 因為每個都有層啊 這樣就全部拿出來比較好 ok 所以呢 拿出來以後 我就得到那個括號 這個括號裡面這個東西 欸 他跟你的小Q一點關係都沒有耶 喔 他因為跟小Q有關的已經被提到外面去了 所以剩下的這個括號裡面的這個東西 他跟你的Q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就可以想像我這個Q呢 變得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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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遊戲或是本遊戲 小記者你就消失掉了 可是各位 這個括號裡面的這個東西還存不存在 欸 我覺得他應該還存不存在 當然講到這裡很多東西 就開始覺得我在 變成前世宗一樣 每天講的一樣的話 對 因為這樣剛講這件事情 當初就講過一次 應該是兩三個禮拜前 那個時候我們說 靜電力可以顯成這樣 然後我把小Q提出來 括號裡面這個東西我就把它叫電場 你在小Q呢 重點就在於這個括號裡面這個東西呢 跟小Q沒有關係 因此小Q去進入領的時候 他應該還存在的 我就把它叫電場 電場是空間的性質 那我在念一次 可能大家都睡著 重點是在同一件事 OK 我當然就可以把這個Q呢 從我的這個電位呢 裡面提出來了以後 把剛剛講的這個括號 一樣像當年給這個括號 像我做電場一樣 我現在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就叫做V 各位 第一次見面 應該不是第一次 這個就叫做V 電位 U就等於V乘上Q 或者倒過來講 V呢就是定義為U出於Q 所以他的概念其實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對電位能沒有問題的話 把你的電位能除以Q了以後 把你的電位能除以Q了以後 就是電位 所以他的性質跟電位非常的類似 空間裡面到處都是 所以他幾乎就像是一個廠一樣 所以你把這個V叫做電場也可以 的確沒有錯 在以後 在我們的這個做基本例子物理方面 這個V就是電場 OK 但是呢 既然我們已經叫他叫電場了 我們最好就不要不斷的改名字 所以對不對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場 因為在空間裡面到處都是 而且他跟剛剛講的這個電場呢 也一模一樣的性質 因為Q拿走了以後 他剩下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這個東西 跟你放在上面的那個Q呢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他是空間的性質 而不是Q的性質 空間的性質 OK 好所以呢 當初我說電場呢 是一個空間的性質 遍布在空間各處 他就是讓當地的電荷Q 會得到這樣子的電力 靜電力的空間的性質 現在我們用同樣的話 電位呢 就是讓位於當地的電荷 可以得到這麼大的電位能 的空間的性質 他是空間的性質喔 一定要記得 我把小Q拿走了以後 他還是在電位 英文就叫做Electric Potential Electric Potential 好 這頁呢就是在定義 電位給你看 電位給你看 好 所以先看這頁 所以呢 電位跟 對電位能的關係 exactly 跟當年的電場 跟靜電力的關係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張主要非常好 所以你如果對這整個電位的討論 其實你有這張狗影片就夠了 OK 所以當初把電力呢 除以Q了以後 就到電場 我現在呢 我用同樣的辦法 你把電位能呢 除以Q了以後 就是V 那電位能呢 就是用電力來的 因為ΔU等這個 因此ΔV 也可以等於電場 這個事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等於要我們再回來說這件事情 好 但是呢 哎 剛剛又叫又跳的告訴你說 電場跟電位一樣 電場跟電位很像 哎 但是別鬧了 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同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以為同一件事情 為什麼 啊一個是廠向量 一個是存量 這一定不能miss掉 因為呢 當初呢 他的這個電場呢 是從靜電力定力來的 靜電力是一個向量 因此電場是一個向量 現在你的電位呢 是由電位能更易來的 電位能是存量啊 沒有向量啊 沒有說電位能有一個方向 沒有沒有 電位能就是電位 有高有低 沒有別的方向 所以呢 你的這個V呢 U除以Q 自然就是一個存量 這個事實上是最大最大的一個差別 在應用上特別特別重要 很簡單啊 你喜歡算向量 喜歡算存量 向量是三個分量啊 那你算三次 存量呢 是一個量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電位比電場有用 電位比電場有用 原因就是這麼簡單 OK 好 各位一次見面 千萬不要小看電位 因為他實在是很簡單的概念 但是實在是超有用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在如果不是在物質討論裡面 是在其他科學 尤其是化學生物學 你很少聽他有沒有講電場 你真的去問化學系 他們在討論那些什麼 化學物質裡面的位啊 沒有沒有 他們從來不用電場這個概念 他們只要用電位就夠了 然後不要那麼麻煩 我投影界裡面還有一大堆這種 這種 在 在 細胞生物學上面的 細胞生物學裡面 他們常常用到電位啊 因為你的細胞生物學裡面 有很多的這個 物質之間 怎麼樣子從 磨的一邊 滲透到另外一邊 我們只要來掛一點時間 做一個研究 他們都依靠 細胞內外的電位差 來阻止它滲透 所以對化學系來講 生物系來講 電位太重要了 太好 OK 那你問他電場 誰要算電場 沒有人要算電場 OK 所以就是為什麼 所以我猜想 以後對地球科學系的融合 電位也會 整個電場 有 但是一定要記得 電位的概念 還是要從電場出發 才可以看得出來 才是這麼帥的 好 OK 電位 太重要 太重要 來 那我剛剛說這個式子 一下就把它跳過去 這個不能這麼快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整個大家 在學電位的概念的時候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式子 概念的這個進展 因為 電位差 是電場的限氣分 這情況應該把它當口訣 可以這樣 電位差 是電場的限氣分 我們好不容易介紹完電場 用這句話 你只要我們跳一步 電位差 就是電場的限氣分 那當然 你可能第一瞬間 你還搞不出什麼電位 什麼限氣分 這個時候我就要讓你回來到 剛剛講的 未能差 未能差 電位能差 是等於功 功等於未能差 喔懂了 所以你講的限氣分 就是你在算功的時候 等氣分 對不對 好 所以呢各位同學 如果你還到現在為止 還對這個限氣分 有任何的懷疑的話 希望你就回到這個功的概念 功的概念 這一頁 這一頁影片 是從上個學期 講功的時候 計算裡面 再一次 但是我們在上功的時候呢 再念一次 反正就 忍耐一下 在上功的時候 我們把一條路徑 物體運動的路徑 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所以你看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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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個時間 它在的位置 那麼每一段呢 都有一個位移 我把叫做ΔSJ 那麼那一段有一個力 我把這個力呢 跟這個ΔSJ 力跟ΔS 把它做內積 得到的就是那一段的功 那一段的功 把它全部都加在一起 加一段的功 可是加完了以後 畢竟你這個切 這個段落 事實上呢 是你的這個想像 真正呢 實際上是沒有段落可以的 它是一個連續的 因此你的這個ΔS 呢必須要趨近於你 也就是說你切的段落 也必須要趨近於你 這樣子的極限 因此取了這樣一個極限以後 這個折就不再是合了 它開始變成極分 這應該很會太想像 好 所以就要極分 可以嗎 所以極分F.ES 這就是我們當初 在介紹公的時候 我曾經用過這個字 可能大家不一定記得 公至上的力 限極分 這個東西就是要限極分 概念跟剛剛的面極分 其實真的很像 一個是限 ES 一個是面 DA 但是都是把你的這個向量 你的這個向量函數 跟這個面 或者是這個線 去做內積 內積 內積 然後呢 加起來 OK 所以呢 概念本身其實很簡單 當然要算的時候 有一點點消 不一定可能好算 但是呢 概念上 從這一刻開始 我就不要每一次再回到這邊來討論 這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式子 我們直接用這個式子 然後我們直接就要限制 就好像要告訴電通用的面子 所以呢 各位同學 商捷克 J捷克 你的物理的能力就增強了一大倍 因為你會有面積分 會有限制 等一下會告訴你 大概在10分鐘之後會告訴你 他們分別有什麼用處 但是至少 在定義上 你們一定要記得 有問題 OK 大概在10分鐘 我就會告訴大家 線積分跟面積分 他的感覺上的差別是什麼 感覺是什麼 不過先讓我們回來 所以電位 已經定義完了 所以電位呢 幾個性質 我在這邊稍微再重數一下 電位呢 很重要的 它是在空間的每一點都有一個值 當然 所以呢 V呢 是一個R的函數 但是再強調一次 它是一個純量函數 所以我最喜歡跟大家講呢 電位就好像是這個高度表 或者是高度圖一樣 因為呢 就跟地表上面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不同的位置 都有一個高度 是一樣的道理 OK 但是呢 不完全一樣 地圖上 地面上是二圍 OK 那我們在講這個R的時候 實際上是三度空間 所以你自己要再加上一個A OK 但是概念底下 好 地面上面每一個不同的位置 都有一個高度 所以把高度呢 都全部都記錄下來 通常就叫高度表 OK 同理 你把空間裡面每一個地方的V 都把它找到 把它記錄下來 就是整個空間的性質 OK 那重點就在於 整個空間的性質 你可能講說 欸 那電廠是不是也是空間的性質 對 所以電廠的所有的資料 其實就記錄在這個V 電廠的資料 就記錄在這個V 哇 所以你知道這多好啊 因為再一次 電位呢 是一個項量 一個函數而已 但是 電廠呢 是三個函數啊 因為它是一個項量 所以你看 這資料就極度的簡化 從一個三個函數 變成一個函數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 在實用上面呢 電位要由於電廠 要來好用太多 對 好 接下來大概 十七分鐘 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寫 為什麼沒有拿起來 好 好 講的氣球很虛虛的 OK 好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接下來的大概七分鐘的時間 我們來介紹一下 電位什麼算 電位什麼算 所以這個跟考試是最有關係的 電位什麼算 有兩種算法 第一種算法呢 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這個V呢 這個都算 這都講過了 所以這其實很容易的跑過去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欸 下一頁 還是用這個 電位呢有兩種算法 第一種算法呢 就是你的V呢 是等於U除以Q 因此呢 如果你算出了U了以後 把它除以Q就是V了 這是第一種算法 OK 好 我們就是用這種算法呢 找到了V 一個點電位的電位 因為一個點電位的電位能呢 是這個 大家都曉得 不要再唸一次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呢 除以小Q了以後 得到呢就是一個點電荷 它的電位 這個是電位 就是電位能 一個是U 一個是V 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 OK 少掉的東西就是Q 所以所有式子都是一樣 這個就稱之為庫倫電位 土呢長這樣 沒有辦法說 那如果有一個以上的點電荷 自然就是把它的電位相 墊加 所以電場 電磁學有最大的素質 東西都可以墊加 嗯 在力學裡頭 速度啊 加速度都不能墊加 OK 但是在電磁學裡頭的性質 竟然是可以墊加 這是非常有趣 好 所以V呢 你就把所有的Q1 Q2 Q3 Q3Q4 他們的庫倫電位 把它加在一起 就得到你的總電位 好 這不用多說 一般我們會舉這個當例子 那個電磁級的電位 但是你們班 我們稍微就隨便說說就好 好 從來就不是隨便說說 因為這在物理系 我們就會讓大家算一下 電磁級的電徑電位 好 但是呢 我們稍微不用花那麼長的時間 在數值上面 因此你可以看一下我這張手影片 你可以算 如果是一個電磁級的話 在它的旁邊的一個點呢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這個電位 大家算不算長得像這樣 有一點小小的數學 這個是正電荷產生的電位 就是負電荷產生的電位 你要花一點點時間去做這個展開 總是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各位同學 你先不要說會算 但你有沒有發現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們在講電廠的時候 是只讓你算了這個地方的電廠 你看這個電位竟然 我們沒有算別的地方的電廠 你不會算啦 太難寫了 公司在處長 可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電位呢 我立刻就可以寫出來 再一次證明了 電位比電廠好算 你看電位就在這裡了 OK 這個電位的這個公式呢 不是只有在這個點上面 是在空間裡面任何的地方 這個公式都處對 這個公式都處對 OK 所以呢 這就是再一次秀給你看 電位呢 要比電廠來容易算 花一點點 對 好 第一種 第二種辦法呢 讓你算電位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公式 講的這個公式 用電廠來算 這個反而是我最喜歡考 而且更加有用 而且更加有用 所以希望所有同學在準備的時候 concentrate在這個公式上面 我應該不會考這個公式 因為這個太平常了 但是呢 這個是真正要你學習 限制分的改變 好 那概念 我不用再念一次 因為呢 你的這個ΔU呢 就是電力的功 那你把這個V呢 除以Q了以後 左手邊除以Q 就變成是ΔV 右手邊除以Q 就變成電廠的限制分 所以我才會說 兩個點之間的電位差 就等於 副電廠的限制分 因為就是個數號在 OK 好 有了這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更加了解 電位跟電廠之間的關係 我說過 我們的主角是電廠 所以這個公式更加重要 可以嗎 好 在進到下一個階段之前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來看看這個電位差 跟廠線之間的關係 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當例子 就是叫做均勻電廠 均勻電廠 假設我在空間裡面 電廠是均勻的 這個綠色的線 紫色的線 就是我的電廠線 所以你看它均勻分布 最反見這個電廠 拿是一個常數 我們用這個特別 用一個這個最簡單的例子 來看一下電位差 跟電廠之間的關係 好 所以呢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 如果電位 你所你算的這個 沿著垂直於電廠的方向 來算它的電位差 所以這個是電廠的方向 所以我現在來算 沿著這個方向 它的電位差會是多少 OK 這裡算都不用算 因為如果你是沿著這個方向 來去找路徑的話 那麼ES呢 就是在這個方向 OK 所以沿著這個方向的兩個點 比如說這個點跟這個點之間 你的ΔS是這個方向 ΔS是這個方向 它可以一模一樣垂直 喔 所以ΔS如果跟E是互相垂直的話 這個線積分自然就等於0 喔懂了 所以垂直於電廠的方向 電位不變 這太簡單了 但是你怎麼可以符合背起來呢 沿著垂直於電廠的方向 電位是相等的 OK 所以呢 這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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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等位的面 都是等位的點 他們的電位呢 事實上是相等的 所以我如果把這些點呢 把它連在一塊 比它的名字叫等位面 等一下要更仔細的講 等位面 那這個等位面 一定跟電廠線是互相垂直 這算是很簡單的概念 一定要把它記起來太有用了 所以等位的這些點 它所形成的這個面 它基本上跟你的電廠線是互相垂直 好 另外一個方向呢 如果現在沿著平行於電廠的方向來算電位差呢 比如說我現在往這邊跑 我來問 在這個兩個點之間它的電位差是多少 也就是說 那不是說這個等位嗎 這個等位 我看這個等位跟這個等位面之間 電位差是多少 那我就必須要算ΔS呢 如果是沿著這個方向 好 如果是沿著這個方向的話 你的ΔS就跟E同一個方向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方向叫做X 好 那麼你的這個E跟這個ES 那基本上是同一個方向 那就是把E的大小乘上EX 沿著這個方向跑就對了 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式字 你隨後就認出來 電位差就是沿著路徑的方向 電廠的幾分 好 電廠的幾分 OK 好 所以呢 如果電廠是均勻的話 你的ΔV呢 就等於E乘上DX 因為電廠是均勻的 你就可以把它從積分裡面把它提出來 所以呢 DX的積分 電廠是均勻的 V 因此ΔV呢 就等於負的E乘上D 或者倒過來 E呢 就等於ΔV 除D 在整個數號 這個太簡單了 所以我講得有點亂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呢 你有得到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E呢 就是兩個點之間的未能差 除了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在整個數號 OK 好 所以呢 所以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兩個平行帶電板之間 兩個平行帶電板之間 因為電廠就是一個常數 所以我剛剛講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對的 所以呢 在兩個平行帶電板之間 我們剛剛所有的討論 都可以放到上頭去 第一個 在垂直於這個 應該說平行於這個帶電板的方向 它電位都是一個常數 所以它的等位面就是在這個方向 有 這個地位的整個面 你看一個一個平行 所以呢 相等的電位把它收集起來的話 它就會形成一個一個的 跟兩個帶電板平行的這樣子 OK 好 那兩個面之間 或者是垂直於這個帶電板的方向 它的電位呢 就會線性的增加 因為根據剛剛的這個式子 好 ΔV等於1乘上d 或者倒過來1等於ΔV屬於d 如果1呢 是一個常數均勻的話 那麼ΔV就跟d乘正 OK 因此就得到一個像這樣子的 像這個 這個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也可以 所以你隨著這個距離呢 它的電位呢 事實上是等線性增加 線性增加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看這種圖 你就發現它的電位呢 是慢慢往常增 這個圖把它用三度空間來畫 就看得非常清楚 OK 這實在太簡單 但是呢 實在太有用了 所以兩個平行 耐電板之間的電位 就等於1成長d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式子 等到我們講到電路的元件的時候 我們會再回來用到這個式子 好 好 那如果你的電場不是均勻的話 剛剛這個例子呢 電場呢 是均勻的 但是如果你的電場不是 我才可以把這個1呢 從積分裡面突出來 但是如果你的電場不是均勻的話 那麼你這個積分呢 1就不會提出來 因此你的1就是 電位差呢 就是電場的積分 那是同格符號 所以呢 另外一個可以考的題目呢 就是我告訴你 你的電場跟X之間的關係 我以前常喜歡考這個題目 比如說這個是其中 當然很難做出這樣子的一個電位差出來 電場出來 但是假設我就做不到 它的電場呢 是這個地方是負的 負的 這邊是正 這個縱軸就是它的電場 X方向的電場 這個是它X方向的距離 直接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要問你在這個 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各個不同位置 它的電位差 那你怎麼會算 因為Δ就是電場的幾根 哦 就是這條線下面包圍的面積啊 會不會算 OK 比如說我要算 X等於4跟X等於5公尺之間的電位差 那就是這個下面所包圍的面積 像投影筆在畫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我要算的是 X等於0跟X5之間的電位差 那就是這塊的面積加這塊的面積 小心一點 如果你的面積是在下面 跟在上面 你是要有數號在哪 哦 對對對 橫點頭這樣投影子 OK 再講多就有點囉嗦了 但是呢 如果我要考電位 就考這種比例 就考這種比例 就是你的電場呢 事實上是有一個不均勻的分布 然後呢 我可以從這個圖上面呢 用積分去讀出來把電場的差 所以這個式子要記得 電位差呢 就是電場的積分 一維的情況或者是三維的情況 都要記得 那我都要記得 因為都很簡單 所以你把當口訣來背 電位差 電場的線積分 一維就是線積分 呈在一個符號 OK 好 我已經先提到這段的地步了 應該每一個人 這個席目考的都考100題在對 OK 當然拿100分會很困擾 Anyone 沒關係 不給100分 是 大家都考100 就算是正式子力拿到老實 就像下一條 對啦 好 來 然後呢 一個比較不常考 但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 你先算出來了電位的話 萬一不信你 你不信 萬一很信 你先算出他的電位 我也可以問你說 從電位能不能算出他的電場 這不難 如果你的電位差是電場的積分 倒過來電場是電位的 OK 所以呢 跟這個東西這個式子呢 的對反 EX呢 就是等於V對X的維分 再存在的符號 所以就是缺線的斜率的符號 所以呢 我也曾經考過這樣的題目 所以我如果知道我的V呢 是長得像這樣 那我問你在空間各處的電場是多少 你就要知道 比如說這個 在這個範圍裡頭 它均勻是電場 均勻電場 因為斜率是一個常數 因為它也跟剛剛的這個圖 一樣 好 那20跟50之間 20公分跟50公分之間 電場的拉 沒有嚇到你 因為斜率是你 OK 這也會考 OK 好 所以呢 這樣 再考這個 或是考這個 好 所以呢 再一次 電場呢 就是電位的維分 而且這個式子呢 沒想到 雖然我們在這堂課上面 不能concentrate在這件事情上 但是我要告訴你 在三圍空間裡面 這件事情也可以算 在三圍空間裡頭 電場也是電位的維分 只是 在三圍空間裡面的維分 不是只有一個方向 所以呢 你的這個電位 要為三個方向 對X為分 對Y為分 對Z為分 這件事情可以被證明 在我們的課堂上 喔 我的證明在我這個頭影片的最後面 你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 對X為分 對Y為分 對Z為分 在你做的時候 因為有三個變數 所以你做其中的一個 比如說你對X做為分 你就要假裝其他兩個呢 是一個常數 這樣子的一個做為分的方法 叫做偏微分 所以這個主要是這個意思 OK 這些討論呢 在我同一片裡面 後面有 你有興趣可以看 但我們不會考 但是我可以給大家 一個很直覺的感覺 所以你把V呢 就像剛剛的那個一樣 對X為分 微分的時候 然後記得YZ呢 看起來是長數 得到的就是X光向的變長 同理 V對Y做偏微分的時候 得到的就是回風向的變長 OK 這就是我剛剛說 如果我知道了一個 一個情況 一個電荷分布 它的電位 我實際上很快就可以知道 它電場是多少 剛剛的電偶級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你的數學好 數學有學過的話 你事實上就這個結果 你就可以推導出電腦 在空間裡面所有的電池 這是物理器二年級的東西 所以你不要管 但是呢 原則上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這裡有電位 你只要把它帶進去 我跟他所講的這個式 你事實上就可以把它的電場算出來 一般來說用電位算 遠比用電場算 一般來說 所以物理器二年級的電磁學 就花很多時間在算電位的國家 就花很多時間 電偶級、電視級、長導線都有 但是算完就這樣 好OK 再花兩分鐘很簡單的說一下 不過這一部分我下禮拜會再多說一點 所以你剛剛講的一個概念 你應該已經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這個電位跟我們的這個空間的高低 非常非常的類似 雖然一個是二維空間 一個是三維空間 那除了這個例外之外 這個差別之外 其他的部分呢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類似 OK 就有點像我們在地面的高度圖裡面 我們會把這個 每一個不同的位置的這個 每一個不同的位置呢 它的這個高度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 那更厲害的是你會把同樣的高度的點 把它連在一塊 變成是一個等位線 因為它在二維空間裡頭 所以是等位線 這就是我們在畫那個異形圖的時候 這一個一條一條就是等高線 一樣的道理 OK 那在三維空間裡面 你有等位面 我們約了三維空間 當然你畫到一個平面上的話 就可以組成線 所以這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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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把等位的東西把它收集起來的這些線 就是我們所謂的等高線類似的情況 OK 好 所以呢 我們看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剛剛的這個均勻電場 它的等位線呢 就是垂直它的 垂直它的 垂直它的 OK 那麼如果是一個點電荷呢 這一定要會 點電荷的等位面長怎樣 哦 圓嘛 很簡單 因為只要距離一樣 就等位啊 電位就相等啊 哦 如果你這樣想他就對了 好對 等位面 等位面 OK 那你可以自己去想 這個是一個正電荷跟一個負電荷 或者中電的等位面 為什麼我知道講這樣 哦 剛剛講過 等位面跟電場線 永遠互相垂直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你在看等位面的時候 或你在畫等位面的時候 如果在物理系 我們考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常常考 那你就畫一個 用直覺去畫一個等位面出來 用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則 剛講過 垂直於等位面的方向呢 電場這裡 所以呢 電場一定是垂直於等位面的方向 所以呢 你如果有電場 有等位面 那麼你一定是這樣垂直 這件事情其實在三度空間裡面也是如此 在那個等高線的情況也是如此 看過等高線地圖 應該是爬山的朋友 爬山的朋友都知道 你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 沿著這個 整位線垂直的方向 就是掉了最兇的地方 對不對 最倒的地方 OK 這個今天這個講 有點卡卡的 下雨該在多說 那所以 剛剛在這個圖上 為什麼我知道 一個正電荷跟負電荷中間的等位面長這樣 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把這個電場先畫出來以後 垂直於他的方向 垂直於他的方向 再垂直於他的方向來畫 你就會發現 好 這個我下禮拜再多說 那我今天想往前面呢 跳過來 再用10分鐘就會放大家走 但這個是我今天的結音 因為我們上捷克 最後講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高斯定律呢 能不能夠取代酷的定律 答是不行嘛 因為有防疫破口 為什麼有防疫破口 因為呢 如果你有回旋狀的場線 高斯定律是抓不到的 因為有學位平旋狀的場線 你用高斯定律的面積分 去計算的時候 回旋狀的場線 立刻就有 你永遠抓不到它 因此 反應破口 現在 我們就要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來防止這一次發生 再還沒有教你怎麼防止這一次發生 我們先推倒一個定律 在電位的概念如果已經確定了 所有的靜電力都有電位 這沒有問題 所以DUTA B呢 就等於E.BS的線積分 所以呢 現在我如果把這個A跟B呢 放在同一個點上面 或者說我在算這個線積分的時候呢 是對一個封閉曲線來做線積分 像這裡有 這個紅色的線呢 是它的這個場線 這個是我隨便在空間裡面 畫出來的一條封閉路徑 如果我在這個情況之下來 算它的電場的線積分 答案是用你給你看 可以嗎 太簡單了吧 因為呢 DUTA B等於這個線積分 那你把A 你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顯然A跟B是同一個點 起點跟末點是同一個點 才會畫上封閉曲線 OK 那如果起點跟末點是同一個點 DUTA B等於等於 同一個點還有什麼DUTA B等 所以 各位 我們不廢吹灰之力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 電場必須要滿足的定律 電場的線積分 封閉曲線 永留等於 我們不廢吹灰之力 只要你知道電位的概念是對的 我就知道這個能力 可以嗎 好 那這個定義我才寫的 這個 剛剛我在一直在用這個符號 一直沒有人問 我也忘了講 在乘上Ds 在這個積分上面 我通常有時候會畫一個圈圈 原因是這樣 另外呢 如果是一般有頭有尾的線積分 這個是它的起點 這個是它的末點 我們一般積分呢 有起點有末點的時候 就會把起點放在下面 末點放在上面 這大家都很熟 但是如果是一個封閉曲線呢 那就沒有什麼起點末點 對不對 雖然我說那叫做起點末點一樣 但是你把它寫成一樣很可笑嘛 OK 因為一個封閉曲線哪有起點末點 因此呢 我們為了要在符號上面呢 表示 我是在對一個封閉曲線 積分 所以我不需要告訴你起點末點 因為一直就要請畫一個圈圈 如果各位同學 還記得我剛剛在講高斯 我就丟到同一片拿出來 我在講高斯面的時候呢 我在高 在封閉曲面的面積分 我前面也有畫一個圈圈 就是這樣 剛一直提醒我自己 要記得提醒大家這個符號 面積分 如果你是封閉曲面的話 你從前面也會畫一個圈圈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有 在這裡 你會記得 這個是高斯定律的公式 在公式公定律的這個面積分 我通常會在前面加一個圈圈 這個圈圈呢 指的就是你的那個封閉曲面呢 你的高斯面是一個圈圈圈 好 這幅畫介紹完了 所以回到我們的問題 再來五分鐘 高斯定律能不能夠取代 庫倫定律 剛才你說的不能 OK 你要不夠嚴格 為什麼不夠嚴格 喔 因為呢 庫倫定律規定了 它是放射狀的 但是 如果你想像你有這樣子的 那個 那個 這個回旋狀的 這個叫回旋狀的電場線的話 那麼高斯定律呢 是抓不到它的 雖然你的庫倫定律告訴你不能 但是因為你的這個高斯 雖然庫倫定律告訴你不能 但是高斯定律 並不能告訴你它不能 因為條文裡面 你根本抓不到它 因為只要你把回旋狀的場線 做因為任何的面積分 它永遠都是能 所以我畫一個網子肉條 就是你問你抓不到它 高斯定律面積分 抓不到回旋狀的場線 因此 如果問你說 高斯定律 能不能夠取代庫倫定律 答案它不夠嚴格 因為有一個防疫庫口 這個防疫庫口 如果要把它補起來的話 你事實上需要一個定律 來禁止回旋狀的場線 所以 高斯定律 加上一個可以禁止回旋狀的場線的定律 就要先捕捉到它 對不對 剛剛高斯定律 淨正就是因為 你沒有辦法捕捉到回旋狀的場線 好 大家感覺一下 如果你有回旋狀的場線 用什麼樣的東西 什麼樣的數學來捕捉到它 答案很簡單 現實的回旋狀的場線 因為 如果你要算線積分的話 你可以選擇你的這個路徑 是沿著這個電場線的方向 比如說你這個圖 但國務又只找到圓圈狀的這個場線 但不一定要是圓圈狀 圓圈狀的像這樣子的電場線 如果你沿著這個圓圈 選舉一條路徑的話 那麼在這條路徑上面 所有的地方電場都跟它位移同一個方向 如果電場跟它位移同一個方向的話 你就不需要做內集 你直接把漩渦狀的直線 你的電場跟ES把它加在一起就可以 OK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辦法 我通常把它叫做 你的這個線積分會沿路收集 沿著路徑方向的電場分量 沿著路徑的電場方向不就是這個回旋狀 因為你的路徑是一個封閉曲線 沿著它的方向就是沿著它的方向跟著一起走 回旋狀的場線 喔 所以線積分可以收集回旋狀的場線 面積分做不到 那如果能夠收集 線積分可以收集回旋狀的場線 那我只要禁止它存在 那回旋狀的場線就不能夠存在了 各位 剛剛不是有一個定律 1到ES等於對於庫倫電場是對的 因此我如果把這個定律 正好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對象 這個定律1到ES等於對 正好就是把回旋狀的場線 把它禁止掉 OK 好 所以如果我要求這個定律是對的的話 就代表回旋狀的場線永遠是等於 回旋狀的場線永遠是等於 OK 所以我們這一段的結論還有兩分鐘 這一段的結論就是 高斯定律沒有辦法取代庫倫電律 但是你加上了這一個定律 1到1都沒有名字 不好意思 電場的線積分等於0的這個定律 它剛好就可以跟庫倫電律相關 好 各位 這個就是 OK 好 好 很快的把這兩個 所以 我想經過這樣的討論呢 大概很多同學就已經 一個朋友感覺了 這個面積分跟這個線積分 分別是挑出不同的這個 形狀的電場 面積分呢挑出不放射狀的電場 但是呢這個線積分呢挑出迴旋狀的電場 這件事情呢看得到是正確的 OK 我再很快用四張同影片秀一下 線積分 線積分呢 因為你沿著這個遙路律 收集所有平方的電場 沿著它的方向 因此你找到的這個電場 一定是漩渦狀 OK 跟著它一起走 相對的 如果你是漩渦狀的電場的話 那麼你在高斯面的通量 永遠都在裡面 所以面積分沒有辦法取代 反過來講 你看 如果你是用面積分來算的話 它剛好可以抓住放射狀的電場 但是 如果是 如果是高斯面的用面積分的話 你剛好可以抓到放射狀的電場 但是呢 如果你用線積分去算的話 放射狀的電場 永遠可以用 OK 所以我可以把剛剛講的這件事情呢 這個放在一張頭的電上面 我用面一下 面積分呢 是來加總 這個面積分 剛好可以挑選出放射狀的長線 而線積分剛好可以挑出回血狀的長線 OK 所以呢 高斯定律是面積分 面積分 電場的面積分呢 跟Q層正比 所以可見 用電荷呢 所發射出來的這個電場 它基本上已經是放射狀 OK 因為這個東西挑出來的電場 是放射狀的電場 它跟Q層正比 另外一個定理 電場的線積分等於0 所以可見 你的回旋狀的電場 是不有提現的 OK 好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最後一張給我們點擊 但是呢 你把剛剛的所有印象 全部擺在一起 這個就是馬克蘇爾的四個方程式 不是我們講馬克蘇爾的方程式 我們這學期就要再見了嗎 OK 我們快結束了耶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已經講完了 第一個方程式 高斯定律 跟第三個 限積分等於0 電場限積分等於0 另外兩個定律 就是面 就是磁場的面積分 磁場的限值分 你幾乎就可以從我剛剛的解釋裡頭 甚至我講得有點 今天有點揭發 下禮拜再多說一次 但是呢 你從我剛剛解釋裡面 面積分是抓放射狀的電場 所以如果你的第二個定律呢 是磁場的面積分等於0 就表示磁場不是放射狀的 磁場不是放射狀的 不是像電熱一樣的放射狀 因為你看嘛 磁場的面積分等於0 所以磁場的面積分等於0 先告訴你沒有磁單子存在 磁沒有赫 沒有磁赫 有電赫 可是沒有聽過磁赫 好 這個下下禮拜的主題 可是你現在就可以立刻 感覺到從數學上面知道 這個第二個視值 再來 磁場的限積分等於m0乘上I 先不管這裡 所以m0乘上I I是什麼 電流 所以這個視值在告訴你 電流跟它所產生的 磁場之間的關係 限積分 所以電流所產生的磁場是 迴旋狀 很多厲害的指導的同學就發現 我直接說很多事情 其實都是磁場的圖 剛剛所有的這些 讓我畫出這個 這個迴旋狀的場線 其實都是磁場的圖 只是我反正D也拿掉了 我看不到的 對 對 如果你這樣想要就對了 磁場 迴旋狀 由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一定是迴旋狀 它跟電場完全不一樣 你不要想說 你不要電場跟磁場 應該很像 NO 你是要可以UPS 一個是放射狀 因為是面積分 一個呢 線積分 迴旋狀 因此 你再看一下 剛剛另外兩個我們丟掉的式子 這個是5B對時間的變化率 喔 我們現在不需要考慮這一點 當然 靜電場 靜磁場 對這項的沒有 所以才剛剛講說 電場的線積分 但是萬一你的磁場 隨著時間有變化的時候 磁通量就隨著時間有變化 所以磁通量的變化會產生電場 所以剛剛的那個定律 其實是法拉第定律 掃的右手邊 當磁場沒有隨時變化的時候 電場的線積分 就是你們以前覺得感應電動式 只是老師不見得用這個式子 才能告訴你 這個就是感應電動式 這個就是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當然它沒有磁場變化的時候 電場的線積分 就很遠 那你就問 那倒過來 如果有磁場變化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電場是什麼形狀 所以法拉第定律裡面 磁場的變化所產生的電場 我們叫做感應電場 你可能想說電場 那就跟過了電場是不是一樣的 不一樣 迴旋狀的電場 該不會想在這裡 所以呢 你什麼都還不知道 你就剛剛看這個數學式子 你就知道了 電荷所產生的電場 跟磁通量電化所產生的電場 是完全兩碼的形狀 所以我一直講 形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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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非常非常重要 在這件事情上面 它們的來源就決定它的形狀 所以呢 最後一個式子 所以電通量的變化 也可以產生磁場 那你就學完 下禮拜都不出現了對不對 真的學完 因為把這個式的式方式 就已經告訴過 電場變化產生磁場 磁場變化產生電場 電場變化產生磁場 當然最重要就是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整個補色方式的精華 下禮拜會再介紹 下禮拜會介紹 改電池改變 電場的變化會產生磁場 磁場變化會產生電場 所以現在可以預告一下 如果你整個空間裡面沒有電源 我整個空間裡面沒有Q 電場跟磁場會不會存在 會 當你有磁場變化的時候產生電場 電場的變化又產生磁場 磁場的變化又產生電場 電場的變化又產生磁場 電場的變化又產生磁場 電場的變化又產生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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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就是在剛剛講的工具上面 面積分和性積分 下禮拜再說 所以今天電位講完 下禮拜要講導電 你要開始導電才會有實場出現 不然就沒有 所以下禮拜介紹導電 再下禮拜介紹實場 再下禮拜介紹電視感應 再下禮拜介紹電視播 我們就再見了 下禮拜要介紹半導體 所以如果想要進台積電的同學 下禮拜要進台三個 不是說台三個就可以進台積電 但是下禮拜要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半導體 下禮拜見